每年舉辦的三星公益路跑 2018年已經來到了第14屆 路跑活動將在10月14號 在台北市政府前廣場登場 當天將有眾多的體壇好手 擔任活動領跑人 除了輕鬆的3公里休閒組 跟貼心規劃9公里競賽組 邀請民眾共襄盛舉 三星公益路跑 每年平均約有27000名民眾參與 延續運動做公益的傳統 報名費將全數捐贈給家福基金會 作為家福學童的獎助學金 預計資助全台從國小到大專 約200位的學生 因為你們的報名費 可以帶給我們孩子發揮潛力 不會讓他們的才藝受到埋沒 那可能他將來的人生會變得不一樣 非常感謝大家 金牌舉重選手郭信淳將二度參與 三星公益路跑 在記者會的現場 華生最佳教練帶領熱血暖身操 為十月的路跑活動做暖身 台東出生的國慶淳 體悟到花東偏鄉地區的資源相對較少 肯定企業的支持 期盼孩子有更美好的未來 我來自台東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清楚說 在花東地區的孩子 其實資源真的會 相對於外縣市的孩子會比較少 然後我覺得三星是真的非常有愛心的一個企業 然後也很謝謝他們願意這樣子去關注這個體育的孩子 然後當然也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接受這些資源 然後在未來可能有更好的發展 更好的一個出路 路跑當天除了舉重選手郭姓淳 翻滾板男人李志凱 黃金右臂鄭兆村 還有跨藍一哥陳傑等多位體壇好手與跑友同歡 即刻起開放報名 民眾可以選擇想挑戰的組別 盡早上網報名 孫乃TV台北報導 這些新美好 這些新美好